女人哭着扯下围巾 举起双手 把头拿了下来 她竟然是个可乐怪兽 就在刚刚 小帅沮丧的回到家 妈妈问她怎么了 同学们都笑我是捡来的 随后放下书包 脱掉衣服 趴到了桌子上 窝了个乖乖 她的背上竟然长了四个杯子 妈妈见状 哭得非常伤心 只好告诉她真相 手一用力扯掉围巾 脖子上出现一道伤口 随后把头拿了下来 往杯子里放了几颗冰块后 慢慢拧开盖子 低下头 把可乐倒了进去 原来她们一家都不是普通人 姐姐伸出胳膊 撸起袖子 抓住手臂用力一拧 紧接着向外一拽 就露出一瓶可乐 哥哥健壮也紧随其后 摘下墨镜 露出深邃的眼睛 其他两人也摘下眼镜 然后低下头 对准杯子 手轻轻一按 就稀里哗啦掉下无数冰块 随后往前走了几步 拔出可乐 倒进杯子里 顿时冒出无数气泡 几人美美的喝了起来 那么问题来了 你知道这是什么广告吗